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聽說這裡收藏了很多價值免成的美酒 知知很昂貴 作為神厚Suki的我一定不可以收拾 嘩 嘩 嘩 蛤 又說有美酒 又不是紅酒 又不是白酒 是甚麼來的 美酒呢 美酒呢 喂 朋友 你在這做甚麼 我是來偷酒的 偷酒 你偷了甚麼 沒有 在立合棟旁邊偷了兩瓶啤酒 這裡有這麼多美的清酒你不偷 偷啤酒 你有沒有搞錯 蛤 清酒 啤酒 你是 我是這裡的店長 Micky 給我一次機會吧 我以後不會再偷東西 好吧 如果你跟我學清酒入門 我放過你吧 清酒入門 首先要學甚麼選擇 首先第一項要學扮飾 扮飾 扮飾 即是口乾黃 而是不甜的意思 我們還會說到身體 別人所謂的酒體 如果你喝下去好像水的感覺 其實就是一些比較輕身的酒 喝到一些黏黏的 我們就叫做比較重的感覺 清酒很著重的另一件事 當你第一次喝清酒 又想在朋友面前拍攝 這裡有杯漂亮的清酒 你又試試吧 糟了 怎麼辦 不算呢 也要跟Micky的教法說一下吧 這杯清酒 這麼味道 那些米酒 有點黏口 看來這杯不簡單 懂些東西 你好 剛才你說得這麼厲害 我有點懷疑你 那你想怎樣 我要挑戰你 喂喂喂 蒙著我的眼睛想怎樣 我們現在就玩一個小遊戲 叫做蒙著眼睛雪清酒 如果你分到哪支清酒打哪支清酒 那就說你厲害了 來就來吧 你能否喝到甚麼來 這是屯野磚的 中取美山錦水米大陸藥 為甚麼你會喝得出的 它的口感和甘口和身口的平衡感 這個乳酸感很厲害 喝下去很明顯有一些氣泡的效果 後段的清爽感很好 這瓶應該是七燃的山之下 Sparkling Sake來的 這瓶米味比較重 喝下去的質感有少許粉狀 這瓶是一瓶白雪的列歌連 廣味爆發力很強 淫養的風格很重 少許黏厚的感覺 味道留得比較長 這瓶是一瓶榮光富士的雪米大陸藥 這瓶是否正確 大師尼是正確的 大師尼是正確的 知道我甚麼了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葡萄酒老師來先的 後來才開始接觸清酒 它最大的分別就是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的差異 因為西方文化很多時候就是自己一個菜式 跟著一個配搭 但清酒就是有些不同 有些東方文化 有些不同的菜式 但其實它跟著一個酒 都可以配搭到不同的味道的組合 而且它的可塑性比較強 因為你又可以熱飲 又可以凍飲 又可以失溫 變成你配搭不同的食物 你會有不同的變化 所以樂趣就在那裡來 我覺得不要說不可能 有很多朋友經常想說既定的 這些菜式我一定是配紅酒白酒 但其實不是的 在世界各地現在有很多法國的意大利餐 西班牙或者東南亞菜式 其實配日本清酒都可以好好玩 所以我想給多些未接觸清酒的朋友 多些去試一下不同的配搭 不同的效果 他們會找到清酒最有趣的地方 搞定 那麼久不見了Suki的呢 我的清酒 S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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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